行了吗 把旋软茹放上,放好生酱虫才降下去 好,把旋软茹放上 然后两边的距离是相等 调制相等 OK 然后刮这个线 插到这 开关切换过来 开机 开机 开机不用让它复毁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现在是用雕刻嘛,所以说它没有远点 我们把它移动过来就快点 然后前后移动呢,现在是我们需要打到外轴上,把它移动到这个瓶身的中心 我们再把它切换回来 OK了 这样我们量一下这个瓶子的直径 83 好 再放上 我们要把这个运动速度给降下来,歪轴的 运动速度 这个是200,我们调成50 OK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快点这个平声音会晃动 或者是会甚至会掉下来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速度要降 OK 这就调整完了 还有一个对于胶 调整 调整 根据它的高度来调整 OK 来,软件 我们打开用户 等会儿呢 应该是从头的打开这个地方 用户 其他 我们点一下读参数 就上传机器的参数 我们拉到这个旋转使能 旋转使能我们点开 yes 打开了之后 这个细分 这个细分是根据咱们机器的这个 减速比例来的 就直接刷打了多少 直接打开 远万 然后这个就是平行的直径了 这是83 你们点一下写参数 OK 用同样的速度 功率 过去 OK 上路的下载 好 定位 走一下这个边框 卡 1.5 1.5 看剩下了 完了吗